西红柿首富突然给你失忆 你会怎么花 如果是我的画会这样花 西红柿首富 今天火热的向全国上映的 该片是由沈腾主演 喜剧人演喜剧电影 肯定是能够给观众带来不错 是视觉 以及听觉上的感受 影片中就是有一个任务 要他把十亿元全部花光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不过感觉对于他们这种大佬来说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 然后这部喜剧 主要就是给我们展示世间式 这种浮夸多一点装少一点假 所以喜剧演员最难把握的是表演节奏 而节奏是经历过千场喜剧舞台 历练的开心麻花们的演员最拿手的 合作多年 已经能很快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表演的尺度 这部电影里无疑更是如此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都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不愧是演员职业的 如果有一天突然拥有了十亿 你会怎么花 很多人都有了一夜暴富的梦 真正有机会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电影西红柿首富 就给了你一个做梦的机会 跟着王多瑜在神奇的西红柿里尽情体验当首富的感觉 入眼尽是繁华 不过影片中也是给一个期限的 一个月内花光十亿 而且还不能留下自己的资产 说白了就是花得一分不上 这个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吧 我觉得一个月花光十亿也是很容易的 说真的要看怎么花了 如果只是吃喝肯定是花不完 要是现实生活中有人给我十亿 我保证一天给花完 各种顶级奢侈品 别做梦了 请很多人吃海底捞不就行了 不过显然影片中是不可能给你这么做的 我能有这十个亿的话 先把老板于骗子于漆的款子全部给对付了 这样一来太多无辜受牵连的人 就能从水深火热的决定中走出来 剩下的那几个亿 帮一帮同行界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 窟窿太大 无法填补 虽是倾其所有了 也无济于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往往梦境十分太残忍的 然后我个人感觉西红柿首富 是在几年前埋的梗 又被审人团队挖掘出新电影 没有期待 果然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还是在的 在对于金钱的诱惑 利益趋势 以及人性的拯救和情感的唤醒 然后故事也算完整 佩瑞也是非常的出色 开心麻花团队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他们的剧 群众更是基础也广泛 沈腾看起来的满脸 褶子看起来就很开心 他就是有着天生的喜剧气质 快要看起来就很开心